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好了 今晚我们讨论的题目 都可以说是一个对香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一个课题 就是关于医疗选择自由 其实在香港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地方 始终香港人很多时候都不理解到 其实我们在医疗选择方面 其实我们是没有什么自由的 有些人会说不是啊 另外我有中医啊 有脊医啊 你要做事业医疗啊 跟他们医疗啊 没有人说不给你啊 起码不会说有种非法的行医啊 你进医院就知道了 是的 但是问题呢 在现时的 在众多核地球上 这么多医疗里面呢 香港纳税人 用医疗费用差不多是 七百多亿的 好像三百多亿 总共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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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么多钱 但是呢 可以这么说呢 现在是 如果是 入到去 政府医院里面呢 如果我们想用的医疗 除了我们所谓对抗式的西医之外呢 其实呢 香港的纳税人是 没办法 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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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选择其他方法 起码我们已经认可的中医方面 和脊骨神经科方面 在我们现时的纳税人的医院里面呢 其实我们是没有的 没有选择的 好了 其实这个问题呢 香港很多人呢 都可能有时候呢 是想过 或者经历过 但是呢 也都不知道 有什么做得 怎么去争取呢 是不是 就是完全没有 没有渠道的 好了 那我们这个问题 我们都 可以这么说呢 除非我们在整个制度方面 在立法会那里呢 是有些大量的改革呢 其实我们都是 处于一个很被动的地位 香港一般人呢 可以这么说呢 在医疗方面 是没有什么选择权利的 但最近好像有少少突破 那这个突破之发生呢 又可能 是我们就是 没有预料到的 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这件事的发展呢 其实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可能为香港人呢 是真真正正的 是争取到医疗选择的 好了 今晚呢 我们的嘉宾呢 有李永康 还有呢 金泳怡 那我们两位呢 就在 在那个 studio 里面呢 和大家来到探讨 这个问题 首先呢 我们先请啊 金呢 就告诉你 这件事的背景是怎样的 哦 那 话说啊 我认为叶继欢 我认为叶继欢 每个人都知道的 是 是 插王 那他 就是他 我认为大家也知道 他 他 逮捕他那时候呢 被 就是 有开过枪 就是 来到逮捕他 是的 被击伤了 射中过 就是脊椎那些 引致到下身痕瘫 是的 要长期坐轮椅的 但是呢 他 因为他要常常坐轮椅呢 那他呢 就 常常痛 就是 就是 腰间那里 常常痛 因为他压到神经线了 那他 就 都用了 就是 就是 你在监狱都没有什么选择的啦 你也是 都是 都是 用了西藥的啦 西医的那些 就是 那 都是解决不了 那他 搞了很久的了 都 几年了 那他都坐了几年了 我不记得了 但应该都有几年了 那他都是 用尽很多方法 用尽很多 就是西医的手段 那些 药物 那他现在要是 怎样呢 打咖啡针 嗯 那 三四个小时后 又要再打 因为他很痛 那他就这样 那他就要求 呃 其他方法的处理 就是 譬如中医 他就要求中医 可以不可以 是 那他就跟 情教署说 不好意思 不行的 那他就要求 就不理他 那 后来 就是 呃 我想 高永文 大家都知道的了 他之前是在医馆局做 呃 那个 类似那些 那些 专业服务的 那些总监 那现在就自己出来 挂牌 就是 做回私家医生 那他听见这个 因为当时呢 他两年前 现在在说 那他是 呃 之前他是 中西医 合作的 那些什么 事宜委员会的 那他听见 叶继欢这样呢 那他就 义务 帮他的 就是 就是 就是和 承教署说 不如这样吧 他这个情况特殊 不如我们 那他找了浸会 浸大 中医药学系的教授 去 一起去 看他 就是看叶继欢 那样 那就处方了 那 但是呢 就是 程教署就说 喂 你那些 你那些中药 可能有毒性的 那 那不行的 那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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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永文都挺好人的 他都 他都想帮他的 嗯嗯 那他就找了一些 就是 就是有规范的那些药厂 是的 和 验证过了 这些是没有那些 中医药典里面所列的 烈性的中药 或者毒药的 有毒药成份的 全部都没有了 是 那製了做药粉 再找一间 就是 尊业规范的那些药厂 例如生产 是的 那整好了 想着够了 是 怎知道 他 程教署又又做多一句 他说 喂 是 你要证明 你现在用的中药 是有效过西药 哈哈 哈哈 即是他要这样才用 是的 这样才用 OK 如果 如果 你 你程教署我反转 我要你证明西医 有疗效过中医 行不行 是的 就是 私底下说 如果我买了doctor 当然可以 哈哈哈 即是他这样 你程教署都未必证实到 即是 用回同一个原则 是的 是的 既然你要 你只是被人用西药 是的 那你是不是有任何证明 证实了西药 是的 那你有没有证明过 没有 所以现在 就 叶继欢 就通过他代表律师 就申请法门 批了 应该 那就 入稳法院 就是 推翻 呃 呈教署这个的 决定 他是有 选择其他 医疗的 权利的 即是 我可以选择中医的 权利的 这个是人权利的 就是 虽然他是囚犯 是的 虽然他是囚犯 在监狱住 他都认为 这是最基本的人权利的 是的 有医疗选择 是一个香港人的 基本的人权利的 是的 我想 如果这个 topic 大家听见 一般市民觉得 哦 就打咯 但是 doctor 你也知道 我们这一个 健康 的医疗选择的权利 我们都经常说的 那这个是一个 就是我自己个人看法是一个 很关键的官司来的 因为他这些一定要在高等法院打的 是的 凡这些这样 就是 要寻求司法复核 那 就是说 要推翻他 就是 说的是一个 连个囚犯都有这样的权利 那这个 我觉得 doctor 你说会好些 就是 你深层的意义是怎样呢 我要分了两个层 就是 如果 叶继寬师生是一个普通人 任何一个香港市民 他是绝对有权 选择任何一种医疗的 包括找无医都行 但是 叶继寬师是一个囚犯 他现在在拘留在监狱那里 他的健康 甚至他的生命 是在 懲教署那里 就是说 懲教署要负责他的安全 和他的身体健康 就是说 叶继寬师就算用什么药 譬如他头痛吃 吃止痛药 这个 程教署也有权 不给那种药给他 给另一种药给他 因为 就算 因为 现在是程教署控制他 他是一个囚犯来的 所以 坐牢 不是困住你 在一个特别的地方 是很多 你男生 应该有的自由 是剝奪了的 嗯 甚至说 譬如你普通人 头痛看医生 囚犯不是的 囚犯要经过一个程序 他才可以看医生 就是说 如果现在 打一场公司 我的看法 就是 叶继寬也挺难打得赢 因为 他在监狱的犯行里面 他是没有办法 证明得到 就是 除非他真的 好有办法证明得到 中医 是好过你现在 现在的方法很多 否则 否则 都是原用 巨疼性医療方法 那 问题是 他已经是 比你用 西医的方法 用到很多年 那 结果都是 他的 背痛的问题 一点都没有解决到 对吧 那 好了 如果你说 你要证明这样 那你怎么证明呢 很简单 你试试就证明到 一个方法已经不行了 已经证明是不行了 那 他现在只不过呢 我要求呢 就是 用其他的 方法 那他现在要求的方法 不是说 同学疗法 因为同学疗法 可能香港 整体来说 未有 政府的承认 那 虽然同学疗法是全世界 第三大医疗 世界上有五亿人 用同学疗法的 包括英国黄室在内 他现在不是说 他要求他用同学疗法 他只不过要求有一种 政府已经 已经 认可 的 忠医的方法 是吧 他是中国人 是吧 我认识也是中国人 是吧 即是说 用回 延后祖先的 国家的 治疗工具 好了 那 你一种方法 你要照顾他 是不是 就是 我不管你 你进去之后 你的医疗服务 医疗服务要照顾他的健康医疗服务的需要 这是最终目的 现在你可以看到 他所提供的医疗服务 是不能够照顾到他的需要 他现在只不过要求 用一种中国传统政府已经承认 中国大陆已经承认 以及已经是有香港的中医学院的教授 包括西医的高级的 以前的医本局的高官 已经帮你去做了筹备工作 帮你找一个合规格的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的制作的药 要求给你试 还有一个 现在是我的病人要求 当然如果有什么时候 病人可以签我 我自己负责 最终身体是病人 不是监狱那些人 也不是监狱里面的医生 最终我说 我作为一个病人 我已经是痛不欲生 你给你这么多严 你都不会医我 医不到我 我只不过用一个 香港政府已经承认 中国的 传统的中国医疗 应该用一个 另外一个西医 来肯帮他做参与 来介入 帮他来做转介人 还有用一个 中文中医医学院的教授 中大 不是 浸大 浸大 我觉得你还有什么原因 你是不是想为病人好 好了 你说我的责任 我是要照顾你健康 所以我一定用一些方法 我认为是 达到这个目的 现在很肯定的事实 你现在的西医方法 是医不到他 医不到 如果你继续要吃 妈啡 你知道吃妈啡多 会死人的 这些止痛药的死亡 现在听得多了 Michael Jackson 一个好例子 多少人是因为这些 吃这些西医药 是吃到死 虽然是一个囚犯 他有基本人权的 囚犯有人权 我们不会当他动物 来看待他 有特别的JP 去看实他们 基本的人权来的 现在他要求这件事 你已经判了他几十年了 坐了几十年了 那你也 社会通过法庭都惩罚了他 你没有理由在另一方面又惩罚他 刚才李美康提出 因为他们的难度 难处是因为他们要负责 他的健康 是 你负责健康 就是希望他能够健康一些 他医疗服务的问题 可以解决 这是最早目的 他们的最早目的 不是维护西医的霸道 这不是他的最早目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要求 我有权去尝试 另外一种合法的医疗方法 有一个这么高质数的 西医医学的中医学院的教授 有一个已经认可的药厂 可以帮你做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个官司会怎么打呢 我都很好奇 我说香港人 有没有基本的权利 享受中医呢 我觉得最终的决定就是这里 其实我自己个人看 最终都是选择的权利 背后的观点都是 你有没有选择权利 我觉得如果这一场官司 真的打呢 如果假设 叶继桓他那方赢呢 这样呢 我觉得影响就很大了 连一个囚犯 他会救很多人 他已经剥夺了他那个自由的了 他犯了罪 一个囚犯都可以有这样的权利的话 普通市民就不敢说了 背后的影响是很厉害的 因为我们这么多原理呢 我都明知道 现在这个医疗的制度是很不公平 是很偏袒的西弱 令到我们纳税人用了这么多钱 又享受不了不同的医疗服务 令到我们的医疗 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烂摊子 面临破产 病人越来越多 是不是 我们怎么解决呢 我们其实呢 解决的方法 我们香港更大行动 我们的电台说了很多次的 只要我们有医疗选择自由呢 我们就可以解决到 原始的医疗问题 那我想一下 就是会不会将来呢 竟然需要一个囚犯 我想这个业绩 将我们整个香港人的医疗 那个困境 是解决了 这件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这件事简直被他打赢了 变成案例 将来的香港市民 我们是一个纳税人 我们出钱的地方 记住 那些医生不是义务 是我们在养他 我们给他人工 我们要求我们用其他的医疗方法 是已经合法的医疗方法 比如中医 脊骨神经科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选择权利呢 你最终最终的医疗 最终最终的目的 是维护香港人的健康 你最终的目的在这里 你最终的目的不是说我要维护西医的霸权 我突然想起一件案件 我们也有讨论过 之前有位警员 他执行了 被人挤了刀 在颗子里 那个猪震角 我做事那天也见过他太太 他上来分享一下 他当时 又是这样的 他在医院 用尽所有方法 被他搞到都服了 别人要去做高压养治疗 他又不让人去 明白吗 又不让人有选择 即是说我要去 又直接不让你出院 不让你去 即是说 其实 如果 如果这件案件 即是 那位朱镇角 这位警员 如果他家属 要入稳法院 是的 但是 就算你想到你都不够胆 因为钱呢 你拿不到法门的 你明白吗 你有收入 一来 病在他们手上 即是你很难的 即是 香港是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 你去争取你的权利 但是 门槛太高 你哪有那么多钱 我最主要是钱 对不对 对不对 你怎么办 他要在高等法院打 一入 只是一个事务律师 一个大律师 你都不见了几十个 起码 对不对 所以 今次他 叶继欢 他要是他犯人 他就可以拿中门 他自己又有代表律师 跟他搞 他也是通过法律制度 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不过 我和医院的看法 我都一致 如果他能够 如果他能够 如果这个官司 他如果是贏的话 那你会 开了那个先例的 即是说 如果我在医院 我要 我要 找其他的医疗体系来医学 那 即是说 即是说 有这个案例 一个犯人都可以 是的 即是这样 即是 假设他赢的话 他有选择权利 即是他打这个 是这样的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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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他这样 是有那个选择权利 那么普通市民 也都有这个权利 我自己个人看法 就是 就是 会有几大的 impact 我不知道 Dr.你怎么看 其实 他这个 这个 的情况 其实 在美国 曾经有一位 竞选的参议员 叫George Wallace 我不记得 好像是Oklahoma 总之是美 南部的 一个州的 一个参议员 他们在竞选 总统的期间 是被人 就是 枪 枪 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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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他就是 枪伤 在脊椎 他又是 下身是癱瘩 坐轮椅 那 最后 发现 原来 他又是 有长期的腰背痛 什么的 策略方法 都不行 那结果 很有趣 这件事 结果 他就用了一种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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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体 一种 我们叫做 跌打油也好 一种 一种物质 叫做DMSO 那这个物质 是什么呢 在那些 在树那里 是做 制造 那个 纸张 那个 淋木里面 是一种液体 抽出来的 叫做DMSO 那这个物质 那这个物质 好像大概七零年代 被发现了之后 发现了 是对很多的 炎症 痛症 效果非常之好 那 当时 George Wallace 就用 结果 用了这个 方法 去查DMSO 你当作一种 药酒 发现了 这个药酒 非常之有效 是解决了 他的长期 腰背痛的问题 但是因为这个物质 DMSO 是一个这么简单 这么天然 以至于很便宜的工具 结果 当时 在医学界 是禁止了 禁止了 禁止了 当时 有很多 有几本书 讲 DMSO 的好处 不单 是对 痛症方面 炎症方面 其实 因为他的滲透力很强 很多时候 你可以带其他营养素 带到身体的 血液里面 很多时候 要用药 你怕药去不到身体 需要的器官 加上DMSO 就可以带进去 DMSO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天然物质 因为 它这么有效 就被人禁止了 很多受惠的病人 各种群起来反对 包括 George Wallace 因为他也是其中一个受惠者 他说 为什么搞错 这是唯一一件事 是处理到我的腰背痛 你便禁止了他 你便禁止了他 意思是他参与 要将DMSO 消禁 几年之后 DMSO 真的解除了消禁 但美国不同 有很多律师 赢了他才和你计 你可以看到 我刚才说 DMSO 是一个当时 帮到George Wallace George Wallace 也是因为枪伤之后 下身痰缓 导致长期腰背痛 什么都医疑不好 DMSO便帮到他 所以 易贵夫 有没有机会 用得到 他都知道 当然 最起码程度 即是 既然一种方法 是无效 为什么我们 不让别人 用其他一种方法 难道 是不是要像 Michael Jackson 过量吃这些 止痛药 而死亡 才是继续 他打这个官司背后 只是打一个权利 就是这个权利 最终是 对不对 Dr.你等于 你一说这件案 也是用药的权利 因为他太有效 影响药厂的生意 所以被禁 而叶继欢 是通过法律 去捍卫自己 这个选择的权利 说得清楚 是这样 对不对 来推翻程教署的决定 但是会引伸到 其他市民都会有这个权利 去选择 不同的医疗 医疗的手法 在 即 又是在特定的权威机构里面 其实你反过来 你医管局都是一个 一个官僚架构 你程教署某程度上是一样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我们休息几分钟后 继续探讨香港医疗选择自由 这个科题 哎呀 你转天来 风湿骨痛 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灵精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 哇 这么好呢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阿姨婆啦 太空小灵精 可以在陆创意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欢迎讨论医疗选择自由 欢迎讨论医疗选择自由 他要求要证明中药比西药更好 但是 辩方的律师 或者恐慌律师 都很明明看到一个逻辑的问题 因为从来在我们香港的医疗方面 从来没有任何科学的研究 是证实西医是比中医的好 相反地 在腰背痛方面 在外国在加拿大 已经有很多研究 美国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 脊骨神经科 处理腰背痛的 是比当时的西医 或者玛丽治疗 其实这方面的研究 反而有 在腰背痛这方面 现在他用的西药的方法 是比中药更好 完全没有任何科学 那他的逻辑就有问题了 那你用在叶继宽的药 为什么你又不去证实一下 证明西药是比中药 或者其他的治疗方法 你私用 你是去问别人的问题 你就反过来 叫别人去证明 那为什么你先不去证明呢 如果你去证教处 去问这个问题之前 我那些是证实有效过中药 或者你便做 或者你不好意思说 可能那个程教处 其实我们证实过 不过西药很不过中药 他不敢去证实 因为你做新的研究 你的答案是可能相反的 其实这个背后的问题 就是我们一般人 有一种误解 就经常都以为西医的方法 是有科学证实的 有科学证据的 很多时候 我们纳税人就会推药 西医的治疗 那基础就是因为有科学的根据 但事实上 其实这个完全是错误的 在外国的好几年来的研究 包括在早年大概好像七九年 美国的科技鑑定局 是美国的一个政府的一个部门 那他就曾经是做一个调查 就是在当时美国流行的西医的医疗方法 到底背后有多少是有科学证实呢 那结果得来是真真正的有科学证实的 是不会多过10% 10%到20% 那就是大部分西医所用的工具 是背后完全没有科学证实的 好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解呢 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 我们现在所说的西医的医疗 其实是一种所谓新的科技的医疗 科技的医疗 就不是等于科学的医疗 科学证实的医疗 就是摆10台8台电脑 你就不要想着科学 就是科技 不是科学证实 就是一个科技的 所以这件事是很多人看不透的 还有一个谋误 你知道大学有医学院 在大学出来的 好像觉得 读过了书 有保证 但是很可惜 中医也有大学学位 有博士学位 那你就要调回别人的政策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问题 好了 最近有一个新的动向 就是医疗问题困扰全世界各国的 大家都面临医疗的费用 是越来越高 人的健康是越来越差 慢性病的人越来越多 所有的慢性病的杀手 在这么多年流 全部是没有任何的进展 没有任何的改良 没有任何的改善 好了 这个问题 虽然了很久 美国有成四千万人 是完全没有医疗保险的 也有另外很多人 医疗的保险是不足够的 奥巴马上台 要大量革新 要改革 对不对 很不容易 最近在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通过了 差四票 差四票 因共 就通过了 希望下一步 就是会再去参议员那里 好了 那个问题就是这样 大家想想 现在他所做的解决方法 所谓解决方法 通过了 其实主要就是这样 是要纳税人 是为一些没有能力负担医疗保险的人 提供医疗的资助 基本上是这样 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很多美国人 有一个担心 就是说 医疗费用是这么高的了 很多很有钱人 都可以这么说 都负担不起的 在华尔街 几年前有一个报道 在美国 导致私人破产 最主要原因 不是次按揭 而是医疗费用 所以在美国 你不能病 如果你病 而没有公司 没有保险 你自己没有保险 你就会破产 这个问题是这么严重的 很明显 因为这么旺贵的医疗 现在要再照顾多 四千多万的美国人 再多几千万 就是捕捉他的医疗保险 他们会担心 很多人会担心 会担心 好了 大家 再问回大家 你估计一下 这种改革 就算他通过了实行 最终 你觉得 会不会解决到 美国人面对这个问题 又是走回一些旧老 很多国家正在用的 是不是 又是 可以了 以为用钱 又是可以解决 那也是不行的 够多的钱 但是现在就是不够多的钱 不是 你够多的钱 也是解决不了的 不如延后一点 那些东西 就是这样的 都是破产的 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 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 你知不知道 现在是多了四千万的病 可以用回同一个基金的钱 去治疗病 就是说 那个基金会快点破产 不是 现在很多国家都在用的 好像台湾也是 台湾也是用这些医疗 中央医疗保险 就是说 就是说 你去看 就在扣数 那么 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在钱 那里 是处理方法 行不行的问题 问题是在选择的权利 那里 在选择公认那里 因为 就算你有个选择权利 也没用的 我在选择公认那里 碰死 你就没意思的 是的 当然 在他们的改革方案 他们也提出 如果你的夫妇人工是一百万美金 或者你个人的每年收入是五十万美金 那你就要负担一个特别的税 我不记得好像四点个百分比 那样 那就是很明显 就是你一定要筹多些钱出来 要不然又要再印银子 那就是很明显 所以有钱的人 就会要帮一些穷人 在这方面的税 就会加重 过去来说 他可能已经给了一笔 那就足够了 但是这个新的方案 是对一些收入非常之高的人 是有另外一个税 所以共和党就是反对 因为他背后代表很多有钱人 我看到很多反对的原因 都是觉得会分拌了 是的 而且要多付钱 就是他反对这个原因 他没有想到最终最终 真正应该反对的原因 不是这个 是的 他们没有想到 刚才你也说了 其实现在所说的中央医疗保险 很多国家都在用 法国 加拿大 台湾 都在用 台湾被认为是行得比较上最好的 在经济效益是比较上最好的 但是那时候说好 那时候台湾医疗保险的制度 已经崩溃了 他们说 为什么台湾做得这么好 曾经有萧教授去研究 去台湾看一看 台湾做得不错 做得挺好 中医都补了 他认为他在香港不能做的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医生是黑苦内劳 收入可以很少 但可以做得很长时间 香港医生就没有这样的条件 香港医生的薪金是太高的 所以说台湾的制度在香港做不到 当时我看到的资料 就说 为什么香港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好了 就算在台湾来说 被誉为妥为成功的中央医疗保险 其实现在已经是面临崩溃的 好了 那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很明显 不是钱 虽然某程度上 钱多一些 可以捱久一点 但应该看到 我们认识多少亿万富庸 到他自己有病的时候 是否可以处理得到 我们赌王一亿 近日 我们进去养和住 住了几个月 一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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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要用一亿 他不舒服 进去养和住 我看八卦周刊 新闻说一亿 我们看看 他用了一亿 我再用多十亿 看他会不会好得出来 就知道 问题不是你有没有钱 很多很有钱的人 包括小甜甜 自己有癌症 家里有医生 去美国去医 你有钱 什么医生 你都可以用得到 但问题 有没有解决到 所以问题 不是钱的问题 钱当然 在某个程度上是需要 但最根本的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我们依赖一种医疗方法 所谓 对抗性西医的医疗方法 只是能够对文明地方人 那些疾病的有效程度 大概都是五分之一 例如日本的白皮书 好像日本的白皮书 医生署的厚生省 厚生省的白皮书 都提出了 日本人用了这么多钱 在医疗费用方面 医疗费用不断增加 但治疗的有效率 都是维持在五分之一 就是二十个百分之一 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处 就是如果你用那种方法 只是能够对文明地方 生活的人的疾病 只能够有效率 只有二十个个百分之一 所以我是这么说 还有百分之八十的百分之一 你用多多钱都是医不到 所以其实那个问题 就是在这里 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我们用的方法 有很大的缺点 不是那么全面 所以解决方法应该如何 還要補充一下,而且通過一種保險的方式,人們一定是藍用的 為什麼大家了解齊心,大家明白嗎? 之前衛生福利局打算供醫療保險,每個納稅人工利人工4.5-5% 我給你,你去供供供供供,死供爛供,到你用的時候,你猜你會不會用到盡呢? 你都會,以及正如Doctor你經常在公開場上都說 你沒權選的,但是是第三方付款,用者和提供服務者 他都會濫用這個機制 這個也是事實,對不對? 如果你有買醫療保險的,這裏也不怕說 醫生也會和病人先問你,有沒有買醫療保險? 有,就可以了,拿份單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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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有,有是磁力共振嗎? 就做了 你學洪生嗎?那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吧 一定是會濫用,所以又是破產 問題在那裏 其實Doctor,我曾經見過你有一個好的提議 重點是中央醫療保險是屬於第三者付款的制度 剛才阿金再重新再說 第三者付款就是我供應者或是 接受服務的人是需要些甚麼 而那個接受服務的人是不需要直接付錢 這就是第三者付款的交易制度 你可以看到任何這種制度之下 供應者和接受者大家都會濫用 因為覺得我錢就接了 不用就不抵 在醫院裡,要多拿一點也好 寧願吃不到就丟掉了 甚麼測試都做了 你會看到為何這些制度 絕對在本質上 對人性是不符合人性的 根本是不可能成功的 所以任何這些第三者付款制度 是注定失敗 再加上我們是用這個制度 只是療效這麼短缺 這麼有局限 基本上對創傷性 斷骨、流血不止 這種問題 或者是真的嚴重到需要真正開刀 這個只不過在文明地方 包括香港在內的人問題 大概是20% 10到20%的話 你可以看到是注定失敗 所以奧巴馬這個建議 可以這麼說 是注定失敗 所以現在網上已經有很多資料 是說奧巴馬 其實最終都是沒有了道 他很多的改革 很多提議的東西 都是衝破不到現在建制 那個體事物的框框 所以完全是沒有突破性的 真正解決問題的能力 因為他根本看不出問題在哪裡 所以說一下少少題外話 你看看現在很多的保費 比如那些汽車那些 全部都是爆煲的 當然啦 你有買第三者的 我撞了車 你賠而已 是不是 那就亂撞 是不是 被人告另一回事 但是他撞了不用自己負責 那你不會亂撞 不是 那起碼有 走啦 你駕住那部車撞爛了 你賠全部 那最終最終 就是把那個 保費 越來越高 那美國的醫療費用的 保費越來越高 即是很明顯 我以前也和大家分享過 我有一次是 遇到一個美國的同學 即是在香港的同學 在美國生活了很久 他跟我說 他根本不可以沒有份工 他說為什麼不可以沒有份工呢 他不是因為生活費的問題 而是因為醫療保護的問題 他說原來 他現在的每個家庭 即是大概一家四口的 醫療保險費 大概要成千二元美金一個月 即是說 如果你沒有份工 你要額外付出千二元的醫療保險費用 我相信他整家人的食 食都不會食那麼多 不是 這個就是一個困局 即是我們的社會 不知道為什麼會搞到一個困局出來 一方面見到一些醫療 那些保費越來越高 但你又不敢不攻 即是自己擔心自己有事 那時候又沒有得用 即是困局在那裏 就是搞出來 其實就 我聽阿Donna說 你有個解決方法 其實這個問題 我們很多方面可以看到 即是我們香港進口大行動 以及香港出路 其實經常都是說 我們經常都希望香港人了解得到 要解決問題 一定要了解問題的根源 問題的重心在哪裏 問題的癥結在哪裏 在所謂的藥物、毒物、毒品條例裏 基本上是把任何的物質 進口的 如果能夠更改我們身體的 心理系統功能 在定義上 就屬於藥物 即是在法律上 一杯水都可以說是一個藥 那當然 維他命、抗蜜鹽 因為當然 這些是一個身體的 本來的必需要的物質 即是正常的身體功能 是不可以沒有的 如果沒有 會導致我們的身體健康的損壞 以及如果是真的嚴重缺乏 會死亡 如果根據這樣的條例 維他命、抗蜜鹽 因為能夠更改我們身體的 身體系統功能 都屬於毒物和藥物 要監管 又要註冊 所以這個是一個 這個條例一天不改 香港人選擇一些天然的 符合我們身體的 需要的工具 就有很大的局限 這些條例 表面上是保護香港人 讓香港人不要用一些 有不良的工具 導致身體上有嚴重的傷害 但最終的底子裡 其實是維護藥廠的篩藥權利 將這些有效的工具 令到一般人沒有辦法採用 這也是導致 為何的原因 我們香港的醫療問題 這些條例存在之下 是不能夠解決的 好了 講來講 你立這些條例 那究竟是很多人 因為吃了這些東西 死了 有沒有 從來沒有 那就是 我沒有那麼多忙 搞這些事情 包括很多香港的 立法會議員 這些例子都是他們 過去這麼多人 立出來的 要問的 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樣的惡法 都可以出現 好了 最終的解決方法 我們一定要了解 那個問題出在哪裏 以及我們解決方向 我們一定要有選擇 自由選擇 不同的有效的工具 中藥有中藥應用的地方 脊椎、脊骨神經科的服務 有它適應的地方 西醫也有它適應的地方 我們一定要盡取所長 各種的醫療 我們都要在適當的地方採用 這是一個必須要的條件 第二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制度 是令到人 是會為自己的健康 負上責任 OK 如果我們有什麼的方案 可以令到這件事發生呢 我們香港出路 我們香港更好大行動 在我參選的時候 我已經提出了 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要成立一個個人的 醫療儲備金的制度 即是說 每一個香港人 是有一筆預留的醫療費用 譬如當它十萬塊 或者二十萬塊 那麼 這個 香港人 每一個人 是可以 自由地 用這筆錢 去 去採用任何的方法 醫療方法 他認為 他認識 對他身體 有幫助的方法 但是當他 這個費用一直 來到 發費了之後 在他能力範圍之內 他一定要填補 OK 但是當然 有些人是沒有能力的 或者他的健康問題 是非常之嚴重 或者是災害性的健康問題 他自己是沒有能力負擔的 這個不要緊 我們的納稅人 是會幫他負擔的 有些人會說 會花費很多 其實我們現在都在做這件事 只不過 我們不想 在一個制度 是令一些人 無法負擔的人 是無法接受到醫療費用的服務 好了 但是在這種服務之下 既然你知道 你在花費自己的錢 你沒有理由 要亂去浪費它 起碼都用腦子想想 嘩 開過手術二十萬 嘩 你想想想看有沒有其他方法 除非你真的赤貧 你真的沒有那麼能力 但是你有那麼能力 我一定會追到你瘦 好了 有些人 你說有些人 他沒有用的 或者會有些人這樣想 我不如跟醫生合起來 我還有十五萬剩 我還沒用完 不如大家跟醫生合起來 說我很多很多病 負擔給醫生 醫生回水給他 有可能會產生濫用的情況 我們怎樣去消解這個可能性呢 我們建議 那筆錢 如果那個人 剩下了 到他死那天 都還沒用的時候 那筆錢 便可以給他 作為他的遺產 或者他的染狀費 即是有個鼓勵性 沒錯 最終那筆錢 你不需要臨死的時候 便會強行去用掉 因為那筆錢 都是給你做染狀費 也好 或者給你作為一個遺產 給你的後代 我覺得 我們如果能夠 實行到這樣的個人 醫療儲備金 或者健康儲備金 這個制度之下 我告訴你 醫療的問題 是很快很快能夠解決到的 但走這個制度 前提就是 你不可以 政府限制別人去 去選 去選 他適合他自己的醫療 沒錯 當然 如果不是 先前衛生公司提出的 那些 你自己開店 是不行的 可以給別人去外地醫 沒錯 總之你自己選 你不要理我 我找無醫 都是這樣說 沒錢我自己供 沒錯 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做 有效的醫療 很快就會被人發掘出來 現在這個制度之下 有些人被西藥醫死了 他都覺得是應該的 他認為 他已經 已經 已經 已經做了 割多幾刀都沒有了 沒錯 所以這個就是 現在的醫療那個弊端 其實那個出處 就是 我剛才所說的這件事 那你為什麼 你看到 奧巴馬的建議 可以這麼說 一定不會有任何的真正的效果 最終 只會 好像李永康說 錢會用得快些 有多些人用的 那為什麼 我覺得 很可能 但是 葉季寬這件事 可能 就 可能 在有無意之間 成為 香港人的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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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香港醫療問題 因為葉季寬幫我們解決了 怎麼都做回好事 好 時間關係 我們要收咪 下星期 再跟大家繼續在網上討論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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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